HELLO 歡迎收看元席佳心 HELLO 你的新第二季最后一集啦 各位 先找小鼓勵 又過一年是不是 沒錯了 新的2021要帶給大家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決定先休息一下 反正就是呢 我們在第一季結束的時候 我們最後一集大家還記得內容是什麼嗎 就要寫那個板子喔 對 開始各種消費 欸 那個集很硬耶 那麼多集以來我覺得最硬的一集耶 那來賓來就挖洞給他跳就好了 不知道為什麼最後一集要搞一搞 我們自己還要自己挖洞自己跳 我們要自己喝這個爛飲料 所以我們在那個202月的時候 我們決定要成為更好的人 所以今天就不消費了 對 我們已經除了爛飲料 我們還是要消費到我們不喝爛飲料 既然都是要消費也不用再懲罰自己 不如舒服的消費 好 那我們現在馬上就要來回顧 因為我們有26集 但每一位來賓其實都有創造一些 不錯的成績啦 不然是有達成本台的成就 還是有達到流量顛簿 那我們現在馬上先來看一下第一支影片吧 我真的有影片啊 因為我不知道今天要吃幾乎的時候 現在看一下這幹嘛 這支會有我們生意的嗎 有使用過這個MV 使用過 跟他來一個心靈交流 嗚嗚嗚嗚 第一集的精華 他在這個變動 這Vivi跟Rex 這樣可以嗎 回不去了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今天也沒有要回過20多集 只是要消費這一段 等一下就播這個跨年那一集 然後就結束 我記得還有講那個沙發 那時候第一集前抱怨說 這沙發真的很醜 他到現在還是很醜啊 你知道我前幾天還在跟導播說 我們要不要換一個新沙發 然後他就說 但是他也陪我們做人滿久的了 喔你知道有點感情了 有點感情了耶 我跟你講 跟這沙發比較有感情的 不是我們三個 是龜狗還有羅傑 哈哈 是他們兩個醜嗎 他們兩個跟這沙發比較有感情 所以這個皮應該要換一下 可能也還不及了 也被其他來賓沾染走了 可是上面也有很香的人坐過耶 沒有我們下一集要有一個特別的位置 是for女來賓的 讓那個椅子可以好好蒐集一下 他們的機會 男的就坐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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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的坐沙發 然後最後一集再把那個沙發抽掉 哈哈哈哈 來看一下下一支影片 第二集回過 第二集來賓是誰會贏我 你啊 火焰腿啊 火焰腿啦 他當作也是很會撿耶 哇 你看那個沙 你看那個沙發 誰啊 戴眼鏡 好強喔 好強喔 為什麼要用眼鏡呢 一個專業的一個健身的指導老師 我必須得關採 就是個變態 火焰腿 好看的過癮了 我這個火焰腿真的 真的很牛逼 明明老師不是第一季的時候沒有來啊 沒有來過 他這一季還來過 他算迷迷五星 因為配合度高 然後尺度高對不對 我們那天就直接消費到爆 然後只付他一塊 不是 你很早叫來賓來就是火焰腿先開啦 衣服一直換 一直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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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拍 這樣搞不定的 付他一塊錢 喔 他那天只抽到一塊是不是 對他只抽到一塊 但也太可憐了吧 等一下的好像也都是一塊 沒有我們前幾集都一塊喔 等一下 下一集來賓女是誰你們知道嗎 紅豆 猜紅豆 是嗎 紅豆 妮雅玩是紅豆嗎 那我們看一下 是 喔是紅豆 喔 紅豆怎麼找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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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換那個樣子 真是 人類人我記得 因為他一直跳舞很過癮 金華怎麼這麼好看啊 我剪一個金華 跳舞跳到滿的是不是啊 他那時候是女團對不對 對 可是他好像已經沒在女團裡面了 好像是吧 一隊團 已經成為歷史了 你說歷史女孩變成歷史女孩 沒有啦 其他人還沒解散啦 紅豆變歷史女孩 紅豆一個 紅豆變歷史女孩 紅豆怎麼這麼有料啊 我記得去他家也蠻好玩 你說很亂的部分嗎 對啊 他就是個充滿爆點的人 因為我們前幾集一樣嘛 重點消費嘛 尼亞消費完下一週換紅豆 這樣排成很合理啊 又能跳 又能cost 然後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又是一塊 沒錯 重點是他 搬家了 可以再拍一集 耶 尼亞也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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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亞也搬家了 謝謝聊天室 讓我知道實況主搬家了 沒錯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位來賓 拉攤排球 哎唷 已經解Banner可以撥了 我解Banner 我要脫球 球耶 你在幹嘛啊 冬哥不要鬧了 你已經是我心中的偶像 一直都是 一直 你一直是奢華的另外一個境界 我要把你的那個照片拿來這禮拜 幹 冬哥真的是我們大哥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冬哥 然後在看到冬哥之前 我跟羅傑好像還是用Sky 我說 你看一下 你看這個冬哥在幹嘛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那邊看冬哥的實況 然後他一直在那邊選MAY 其實冬哥有一段時間 他非常常在半夜開台 然後看什麼國光幫幫忙 反正就是一些 很適合他的節目 很適合他的節目 然後假如是有一些什麼各大女實況主以前的照片 他就會開始點評什麼的 他會去走 會有觀眾貼給他 我以為是他自己去走的耶 然後冬哥那個時候 我覺得我也很常看 然後我每次看一看的時候 就會看到羅傑跟Quibi的那個ID 突然出來在聊天室 幹什麼在那邊湊狗 不是肯定要看一下冬哥的喔 然後我那時候 我找他來這個節目 我就跟他說 你可以跟那個納美一起上節目嗎 他說 上別的也可以啊 我就說沒有 就是節目聊聊天 然後他說 蛤這麼無聊 不能做點別的嗎 他就是典型 我完全不認識他 40歲婚後男性的 改模 還沒40歲 還沒40歲 總演之後 把他歸來那邊就是 老婆不在 趕緊拿嘴砲 啪啪啪啪 然後就開車趕緊回家 那今天節目好好玩呢 也沒幹嘛 哇乖喔 這樣子 一直學行志以後 也會變這樣子 他真的是好 好男人喔 不會長的 就是好男人 好看一下下一集吧 我才弱我暗戀CREEPY 對不起 蛤 為什麼 對不起 你看嗎 你看嗎 我早就跟你們說 就暗戀我 對不起 對不起 你看嗎 你看 沒有 你知道那一集 玩的下禮拜 剛好就是下禮拜請假的 我怕被暗殺 很危險喔 真的嗎 他直接躲了兩個禮拜再加 印象最深的一個橋段是說 對 你在靠背他 不是我跟你說 你這幹 你不可能七年沒教你 一定是你太難搞 你太難搞 或是你表演太高 反正就一直類似這樣 然後想上去 因為他說 就很容易就沒有啊 好啊 然後我就 蛤 你沒有 你沒有教我啊 你 對對對對對 你說的都對 你說的 你看 舅舅本人在聊天室 不是 我跟你說 舅舅其實 暗戀我其實暗戀也蠻明顯的 畢竟有點像 他最喜歡的那個偶像明星 李憲子 我沒有記錯的名字 誰啦 真的假的 有這一段對不對 他粉絲說的 他的粉絲說的 他粉絲叫我突起李憲啊 然後他就那個 不可 能 你不可 是 然後我就說 我是 上去都是這樣開始的 就小打小鬧 對啊 男女主角都是先小打小鬧啊 都是要講那個最不可能的啊 然後演了三個月之後就在一起啊 可是我們已經演了好幾年了 他已經不是當初那個少女了耶 蛤 那個少女 是現在那個少女 發言要在那個 那他變得怎麼樣 這個時候看起來有一股菜味 菜味才好吧 他那時候好像還沒成年 我第一次看到他還沒成年 屁啦 你那時候隊員有沒有人想調戲他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每次打比賽 那熊姐穿一個皮褲在我們前面晃來晃去的 你要怎麼樣注意到其他人 幹你這發言的話也太壞了吧 沒有沒有 我跟你說那不是他的問題 是熊姐那個時候 道恩的年資有差 所以他其實穿的算保守 但熊姐不知道怎麼可以穿皮褲上來主持 我記得那個時候打 打那個季後載也是我在那邊 我旁邊是那個香菇先知 欸香菇這 你幹嘛 他這樣 然後那個小熊上手 我就覺得 高手 真正的高手 那個香菇那個表情 幹我一輩子忘不了 好來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支影片 真的還要錄一錄給他看到你 你吃了三大麻丹好不贏喔 怎麼不快來到這裡啊 只有我們兩個人沒有單身吧 要回家我又吃三大麻丹不好意思 他來你播放廢櫃 真的耶 他有幫你付嗎 沒有啊 好爽啊 幹那兩個第一人到底在幹嘛啦 那集是非常好笑 就龜狗羅傑 然後再加一個我 那個麥克風應該是一定炸掉了 然後每一個人講話就講話 不知道什麼都要這樣子 你一定要配動作你知道嗎 其實我記得那個時候會放他們兩個好像是因為 來賓短缺 那時候好像是我們打麻將 下邊要找誰不知道沒了 好那你們兩個要不要來啊 那你們要不要來 喔喔時間好像合一 然後我們就可以因為禮拜天打 打到禮拜一打完再繼續打 打到禮拜二 要來就來四天 剛好像是 印象非常深刻 過兩天之後的哪一天 反正我也剛起床 然後就突然電話又來 然後我一打開 蛤 怎麼還在工作室 對啊 禮拜一的來賓 禮拜三還在工作室 然後說五起床問你要不要打麻將全身裸體 小鬼 要不要叫他買內褲 你買一個內褲趕快過來啦 後來也把衛婦叫來啊 就戴內褲戴紅茶冰 然後上來就再打 對啊 看一下下一集吧 還有最劍是五千 這什麼東西 好看好看好看 有料有料啦 這在幹嘛 在搶香腸喔 哈哈哈哈哈哈 哦好過癮好過癮好過癮 真好看真好看 這中秋節那集啊 好像是吧 那那個 我以為會把左邊的Vivi 跟右邊的Race 剪在一起 就差不多這樣啦 好就差不多 那今天節目就到這邊結束 哈哈哈哈 欸我們那個 四千老師已經來了 後面都有你的戲份了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下支影片 今天保固 又來又來 又來啦 幹嘛你要幹嘛 親我 好那在這邊 今天保固清嘴巴 清嘴巴 清嘴巴 前半天有人好棒棒 那天你在現場 你有覺得兩位 怎麼樣 很方便嗎 怎麼樣 如果要讓你選一個 你會選哪一個 夜宇吧 夜宇 欸你選很快 你完全連四個都沒什麼好 你本來就有想過 對啊 你本來就有答案了喔 這個上節目經驗不夠喔 這個通常要假裝想一下 對 我不小心脫口而出了 對你真的脫口而出了耶 所以是夜宇粉嗎 不太算粉 是不想當粉 抽了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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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那天相處過後 做了這個決定 之前看台就覺得感覺還不錯 漂亮 之前看台就覺得不錯 他現在也沒有要否認了 就這樣了就這樣了 就這樣了 耶 那如果加上前面幾集的女來賓 還是夜宇嗎 還是裡面你有更想選的 你有遇到的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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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你一問怎麼就問到重點 你很高手 有料耶 那我們就到這吧 可以看下一集 重點已經差不多到了 對啊 這集滿有 然後接下來我們鏡頭 我們把那時間切掉 看到會不會講出一些更荒謊話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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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偷手贏這樣 對啊 對對對 有料 好我們來看一下下一集 知道那個跟欺利是暧昧關係嗎 不是啊 然後我們去按摩 就按按照那間轉圈 幹剛好被攝影機打了 蛤 蛤 你們兩個好安 這次也沒關係啊 請你拖了拍下去 然後我也 你拍了我再拉 他剛剛有拉一個蓮子嗎 沒有 所以那個按摩 他們後來有聊乾淨嗎 沒有我們沒有讓他聊乾淨 我們怎麼那麼急掰啊 他們就是裸體按摩 我們不管 我們要聊乾淨的 只有來賓的成長心路歷程 跟他的緋聞無關 緋聞當然就是不乾淨 所以結論就是 他們一起去裸體按摩 然後看過鼻子的裸體 對就這樣 那我們差不多可以看下一集了 是差不多 這集搞定 這集就到這樣啊 對 這樣是不是對姊傑有點沒禮貌 一瞬間 我記得他還畫素描 那個學過很多才藝你知道嗎 一瞬間結束 不會啊 姊傑熟了齁 欸欸這怎麼這麼好看 我跟妳說紫苗這集算是蠻讓我意外的 你說算有料 導播也很會 他就只剪那一卡 沒了 剩下的東西都沒了 導播夠髒啊 那個歐皇十連抽也沒了 通通直接卡掉 直接看一個那個 看那個網話 好來看一下下一集 他幹嘛還動回去 啊 啊剛剛那什麼話題 不算啦 不算 欸這我已經離開了對不對 欸我還在 你還在 沒用了兩杯 他要幹嘛 我就是玩那個 有料喔 等一下 小編有料喔 欸我真的 為什麼會有那個畫面啊 那個畫面到底怎麼誕生的啊 DC宇宙有一個很重要的英雄叫Vivi 他就是貫穿了我們整個宇宙線 欸剛剛那個畫面是怎麼樣誕生的 他坐下來 女生也沒有理由要去補啊 沒有啦 那個壓到腳了然後對 因為你這樣會 哎呀然後這個掉下去 所以不行 所以 你壓我的腳 我壓你的腳 我坐下來 欸欸欸欸 欸欸 可是他是往這邊靠 腳趾的時候那個會有點晃 所以那個弧度剛好這樣轉了 然後就轉到這樣子 欸靠 所以真的是壓到腳啦 不要亂想喔 喔 但我很想要知道一件事 剛剛那個畫面最後結束 是不是再過0.5秒 兩個人就又回到正常距離 對對對 魔鬼剪輯 魔鬼剪輯 沒有沒有不是魔鬼剪輯 你是被抓到了 哎呦 直播還沒關啦 一點點的直播讚 欸啊我們今天有要唱歌嗎 那我們要自己點嗎 就是女人讓男人更苦的歌 欸我以為好 好我以為我以為 欸怎麼唱好用啊 你 你 讓我知道你對他有多麼好 你說會懂我的失落 不是靠寬容就能夠解脫 我以為我出現的時候剛好 你和他正說要分開 我以為你一步踏在期望 不縱容他才給你傷害 我以為我的溫柔能給你整個宇宙 我以為我能全力填滿你感情的缺口 專心陪在你左右 彌補他一切的痛 也許我太過天真 以為奇蹟會發生 真的嗎是這樣唱的沒錯對不對 哦 那我唱什麼咪咪蛋 咪咪蛋 咪咪蛋 這又咪咪蛋了 又有你的色啦咪咪蛋 嗯我的天 他的心 已不在你身上 我的關心 你依然無動於衷 我的意味 只是我以為 我以為我的溫柔能給你整個宇宙 我以為我能全力填滿你感情的缺口 專心陪在你左右 彌補他一切的錯 也許我太過天真 也許我太過天真 以為奇蹟會發生 他讓你紅了眼眶 你卻開笑著原諒 原來你早就想好 你要留在誰的身旁 我以為我夠堅強 卻一點點的失望 少給我一點希望 希望就不是 奢望 啊我們那個 要抽獎了嗎 還是要再一首 我就給老師唱好了 我唱一首黃明志的歌 新歌喔 五百 喔五百啊 五百 很新啊 很新這很新 我感完全不知道耶 原諒個屁 哈哈哈 陽光下我 逆著紅滿臉的塵埃 最初的吉他的風 卻沒想過在口袋 我只有五百 五百 五百 就只有五百 五百 哎呀 那個年少輕狂的我 騎著オトバイ 發現騎著道場的人們 都跑太快 就只有五百 嘿 我哼著五百 四千 小人啊 要人愛 曾過阿國總算 苦盡甘哀 當初的理想和願望 還在胸懷 只是被無情的心事掩埋 青春啊 已不在 四千 這生命早去操作 正去敲來 曾經我生愛的 最愛的那女孩 她的笑容 是否一樣可愛 從前的愛 從前的愛 不再回來 花些花開 正西現在 愛 愛 愛 好啦不管怎麼樣 感謝大家這一季的陪伴 然後今天是有donate的 也感謝你們 因為我們的那個 donate其實就是我們的晚餐 雖然還是陪達 但是沒有關係 就覺得很開心 可以跟大家一起度過這半年的時間 下一季應該是要過完年之後 大家粉絲團還是可以去按讚一下 因為我們有最新的消息都會在粉絲團公布 或者是在我們那個大家的實況台 大家記得去支持我們的主持群 Tommy 還有Krappy 然後這邊還有四千 那我也感謝所有有來參與過的 所有來賓們 感謝你們很努力的付出 雖然最後抽到一塊錢 希望下一季會有更多的人來玩 然後希望下一季也會有 不一樣的內容可以帶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季見囉 掰掰 台具記得要報到喔 掰掰 要簽單喔 掰掰 下次見